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生的社会地位实在太低 所以他的父亲希望他将来能考取功名 出人头地 少年的时候 父亲没事就带他到自己的诊所中 让他帮忙扛个药方 打个下手 耳濡目染 李时珍学医的性质越来越浓了 他每天刻苦学习 却一直通不过僵化教条的自学考试 由于期间又得了肺结核 李时珍便毅然放弃了国家公务员考试 立志当个能救死扶伤的赤脚医生 父亲无奈答应了他的要求 并将自己的医术技能传给了他 不出几年 李时珍便因医术高明 闻名天下 没有习执照的他被处王聘为私人医生 在王府的几年里 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古书 典籍 资料 所见所觉让他发现许多前人医书中的漏物 于是他心中萌发了一个念头 这时皇帝嘉靖将无牌医师李时珍请了去 任命他做了太医院的药物研究员 并不按于在政府机关里混饭吃的他 竟然选择辞职 离开了太医院 从此开始追寻自己的梦想 从公元1565年开始 李时珍徒步勘察各地的明山大川 跑了大半个中国的地图 白天他摘彩花花草草 夜里又将他们化验检查 整理分类 不但将古人书中记录的bug纠正过来 还在前人的基础上增添了370多种新草药 和11000多则有效的药方 历经27年 李时珍终于在61岁时 一个人编写出了这部192万字的《本草纲目》 这本书对16世纪以前中国的中医药学 做了系统的总结 对人类近代科学的发展影响巨大 它不仅是一部药物学著作 还是一部人类文化史上的自然百科全书 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李时珍的足迹 一起走进《本草纲目》 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本草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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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